佩奇乔治快出来快出来 妈妈妈妈你回来了呀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还等着你吃饭呢 佩奇乔治 今天妈妈给你们带了礼物回家喽 妈妈还有礼物呢 这什么呀 你看这是两个自行车 一个是给姐姐的 一个是给弟弟的 然后呀还有两个半半糖 看喜不喜欢呀 又是自行车 又是半半糖 这也太好了吧 是啊是啊妈妈 你又跟我们买自行车 又跟我们买半半糖 谢谢谢谢 妈妈呀 可是那么辛苦 还有跟我们买好吃的 好玩的 要不咱们把自行车留着 把糖果给妈妈吃吧 嗯我们家乔治呀 长大了 我看行 妈妈妈妈自行车 我和乔治很喜欢 可是爸妈糖的话 还是要给妈妈吃哦 妈妈呀 每天那么的辛苦 甜甜的糖呀 就给妈妈吃吧 是啊是啊 妈妈最近你辛苦了 土鲫糖就给你吧 而且最近我和姐姐 一个换牙 不能知道这个糖果 哎呀 我们家佩奇和乔治长大了 那妈妈就收下吧 对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妈妈 送给我们的自行车 好不好看呀 如果你觉得自行车 好看的话 发送小红星吧 今天爸爸给你们 每个人都找了一位新朋友 一个呀 是佩奇的新朋友 一个呀 是比高智的新朋友 以后你们要和自己的新朋友 好好相处 知道了吗 知道了爸爸 好了 那你们先和自己的朋友 先认识认识吧 哇太好了 我也有新朋友了 我的新朋友会是谁呢 好期待呀 嗯那我快把它变身出来吧 哇原来是奥特曼哥哥呀 你好呀 佩奇 我是李嘉 高兴成为你的好朋友 哇姐姐 你的新朋友好酷呀 那我也来赶紧看看 我的新朋友吧 朋友把它变身出来 你好 我是小董龙 啊 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乔治 你为什么不愿意和人家做好朋友 而且你们才刚刚见面 爸爸 他是一个坏人 他不是好人 嗯 你怎么知道别人是坏人呀 爸爸 我不仅知道 而且手机前的小朋友们都知道呀 啊 真的吗 那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乔治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就发发小红星告诉我吧 植物战士集合咯 豌豆射手就位 玉米射手就位 西瓜射手就位 白菜射手就位 接下来 我给你们发能量丸咯 给豌豆射手一颗能量丸 给玉米射手一颗能量丸 给西瓜射手一颗能量丸 然后给白菜射手一颗能量丸 豌豆射手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呀 是猪爸爸呀 没问题的 你说吧 你看我这儿有一些糖果 你能不能帮我看着呢 没问题的 猪爸爸 那谢谢你了 豌豆射手 我就先走咯 玉米射手 玉米射手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的 可以呀 猪妈妈 你说吧 你看我这儿有一些帮忙糖 能不能帮我看着呀 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没问题的 猪妈妈 你去吧 谢谢你玉米射手 我就先走了 西瓜射手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呢 没问题的 佩奇 你说我怎么帮你呢 你看我这儿有巧克力 你能不能帮我看着呢 没问题的 佩奇 谢谢你了 西瓜射手 我就先走咯 白菜射手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没问题的 亚乔治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呢 你看我这儿有好吃的泡泡糖 你能不能帮我看着一下呢 没问题的 乔治 那谢谢你了 白菜射手 我就先走咯 哇 最好吃的糖果 这也太好了吧 哇 最好吃的泡泡糖 我好喜欢呀 哇 最好吃的巧克力 真好 哇 最好吃的西瓜泡泡糖 这些都是我的 你这个僵尸 想吃乔治的泡泡糖 这是不可能的 我的能量丸 发射 哎呀 好成样 好成样 你这个僵尸 想吃佩奇的巧克力 让你上场我的能量丸 发射 你这个僵尸 要吃猪妈妈的泡泡糖 拿出我的能量丸 发射 你这个僵尸 要吃猪爸爸的糖果 拿出我的能量丸 发射 哎呦 这些植物也太厉害了吧 豌豆射熟 谢谢你保护了糖果 我的糖果就送给你吧 玉米射熟 谢谢你保护了我的半码糖 我的半码糖也送给你吧 西瓜射熟 谢谢你保护了我的巧克力 我的巧克力也送给你哦 白菜射熟 谢谢你保护我的泡泡糖 我也把我的泡泡糖送给你哦 太好了吧 这么多好吃的 对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谁送的 敌物呢 给你小红星告诉我们哟 我去上学校 天天不迟到 哎呀 这马上下雨了 哎 这地方怎么这么多小动物呀 小怪兽 你能帮帮我们吗 我们现在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是啊是啊 马上下雨了 我们找不到家了 会被雨淋湿的 你能帮帮我们吗 哎呀 我这要去上学 我没有空 那我就先走了 我是A格分刷奖 分刷奔灵枪 佩奇佩奇 你们帮我们送回家吗 啊 你们怎么了 迷路了 嗯 那好吧 那我现在就把你们送回家吧 那我先看看小猴子的家在那 哦 原来在这 然后把小猴子送回家 嗯 再看看大象 别把大象也送回家 还有斑马也送回家 还有藏颈鹿也送回家 还有狮子也送回家 还有小袋鼠 哦 找到了 在这呢 然后我们再把老虎送回家 好了 都帮你们找到家了 谢谢你佩奇 帮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家 不客气 天快下雨了 我也要回家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帮我们谢谢佩奇 帮助我们找到了家呀 哪吒哥哥 哪吒哥哥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们当然是有事啦 你看 我旁边有这么多糖果 你们喜不喜欢呀 哇 那吒哥哥 这么多糖果呀 我当然喜欢啦 对对对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嗯 既然你们喜欢的话 我就把它送给你们吧 真的吗 太好了 不过 我可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哦 你看 只有两张拼图 只要你们给我拼好呀 我就把这些糖果送给你们 啊 还有条件呀 嗯 行吧行吧 那我试着拼拼吧 说不定 我又拼成了呢 我先来看看 是什么呢 哎 这还挺复杂的 不过 可难不了我乔治 我把这个拼在这儿 这个呀 拼在这儿 看样子完成一半了 接下来把另一半拼好就行了 好了 大功告成 原来是一个飞机呀 该我佩奇了 我来拼拼我的是什么呀 把这个先拼这儿 把这个呀拼在这儿 看样子有点像轮船了 把这个放在这儿 好了 还真是个轮船 哪吒哥哥 哪吒哥哥 你看我也拼好了 嗯 不错不错 你们俩拼的都很正确 来 我把糖果分给你们吧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佩奇和乔治 拼的正不正确呢 要是正确的话 就点你小核心告诉哦 姐姐 例行期间都在家里好 无聊呀 我想出去玩 不想吵枝 现在很严重 最后不要出门 可是姐姐 会在家里面 真的很无聊 我要出去玩 嗯 弟弟 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 那姐姐来陪你做冰库 怎么样呀 你看 拿出一个小熊身上的模具 然后呀 放三杯纯净水 弟弟 你说一说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冰块呀 嗯 我想一想 我想吃南眉口味的 没问题没问题 姐姐呀 这就给你变出 南眉口味的饮料哟 魔法魔法变 看 哇 姐姐 你的魔法好神奇呀 真的把纯净水 变成南眉口味的呀 弟弟 还要吃什么口味的呢 嗯 我想吃香蕉口味的 然后呀 还有苹果口味的 嗯 好吧好吧 那我就有魔法给你变吧 魔法魔法变 看 变出了香蕉口味 还有苹果口味呢 哇 姐姐你好厉害呀 你看 咱们要把这些饮料呀 往里面倒一点 每种味道都倒一点哟 然后到床之后呀 把一些冰箱 冷冻一个晚上 就可以拿出来吃呀 就会吃掉 冰冰凉凉凉的 冰块了 弟弟 你要记住哦 弊心期间 一定要戴口罩才能出门哟 没有戴口罩 绝对不能出门 知道了 知道了 好了 你看姐姐把冰块 都给做好了 哇 姐姐 你做的冰块 一定很好吃 这么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姐姐 做的冰块好不好看呢 要是觉得好看的话 就给我姐姐发送 一个小公司 鼓励鼓励她吧 姐姐姐姐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好不好呀 好呀好呀 那我们要怎么玩呀 姐姐姐姐 我在前面跑 你在后面追我 好不好呀 好好好 那姐姐来咯 哎呀救命呀 你往哪跑 救命呀 我来咯 嘿嘿 可真好玩 哎呦 塞成我了 哎呀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爸爸你怎么躺在地上了呀 这地上怎么这么多玩具 看来我们要一起 把房间整理一下了 可是妈妈 我和姐姐正在玩 国家加油戏呢 我们把房间整理干净 以后可以继续玩呀 嗯那好吧 我和妈妈一起收拾 弟弟和爸爸一起吧 让我们来看看 谁先把自己的玩具收拾好 现在就准备开始咯 爸爸 你们快点把玩具 放进这个盒子里 嘿 我们也要加快速度 哈哈 我们赢了 好啦 谁赢了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房间收拾干净了 不是吗 妈妈说的对 小朋友们 你们的家里是什么样的呀 是不是也铺满了很多玩具 如果是就发送速子666 告诉我们吧 姐姐姐姐 我好饿呀 这么晚了 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就怎么办呢 是啊是啊 这么晚了 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我也好饿呀 哎 乔治 别着急 姐姐姐呀 去厨房找一找 有没有吃的 嗯 好的姐姐 那我等着你哦 乔治 你看 姐姐找到一点胡萝卜 还有小白菜 咱俩就将就的吃呗 好的好的 那你来吃胡萝卜 我来吃白菜吧 那我先把胡萝卜给吃了哦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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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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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菜是不能顺吃的 不然就会像佩琪那样肚子疼哟